读书不一定就是为了考大学 是为了让你多学点东西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能知道怎么应对 接上集 距离赵国庆遇袭已经过去了十几天 这回他也来到古玩街 想找当初买古董的那个姓高的人 来到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地方大门紧闭 根本就没人 连带着门口的招牌都没有 老乡你好 我跟你隔壁的高老板是亲戚 我以前住在殷山的昭阳大队 他一直让我有机会来江城找他 谁知道等我到江城定居后 确实联系不上他 真是遗憾 我这里给你留几个地址 你以后要是有机会看到高老板 一定要转交给他呀 小师 小师 我要是见到高老板肯定会说的 你这东西拿回去吧 又不是什么大事 我家和高老板关系也挺好的 从老高这边离开后 赵国庆就回了映山城 他这次回去 是要接外婆去小舅家里 姐 你咋变成这样了 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子 你这情况看起很严重呀 我是长胖了点 这还不是你姐夫 每天都是顿鸡顿鸭的 我就像是吹气球一样 一下子就长胖了 然后就是喜欢喝水 一来二去就这样了 应该没事的 我以前怀狗生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这样 你那时候年轻 你看你这回年纪大了 而且你这重量增加得太快了 让人看着担心 我建议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要是姐夫没空 我带你去 没那么严重吧 很多女人生孩子都不检查的 赵春兰有些犹豫 朝阳村不少人还真就是这样 可赵国庆不乐意 非要带他去医院 赵春兰到医院检查 还真的出问题了 医生说赵春兰体重增加过快 这样不容易顺产不说 后面胎儿太大的话 容易造成母体的危险等等 赵春兰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这个问题还这么严重 回去把周勇给臭骂了一顿 看着大姐骂周勇那中气十足的模样 赵国庆心底没有来的意满 觉得大姐在家 周勇还是没亏待他 姐 你就别骂姐夫了 他一个男人一边要忙着生意 对这些事情也不懂 他又不是故意的 国庆说的对啊 我哪会想到这些 这医生咋说就听医生的 要是不行 就提前住到江城医院那边去 我辛辛苦苦地挣钱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你跟孩子吗 此时周勇倒是把大姐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让赵国庆心底暗自点头 姐夫你不说 我也都想这样安排 我姐这情况我实在是不放心 而且江城那边有地方住 让他在那边坐完月子再回来最好 啊 这样不合适的吧 出嫁的姑娘可不能在娘家坐月子的 你那房子以后还要结婚呢 周勇愣了一下 因为在印山县城的习俗 出嫁的姑娘不能在娘家坐月子 说是对娘家不好 晦气等等 反正规矩就特别多 说啥呢 哪来那么多规矩 反正一切以我大姐的身体为主 我的家我做主 我说没事就没事 他这一说 周勇和赵春兰都笑了 特别是周勇 笑的嘴巴都合不拢 大哥 你以后给我衣服再买搭一点 要不衣服还没穿脱就小了 那多可惜啊 以前老赵家穷 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了 老二穿了老三穿 然后逢从不补又三年了 以后我尽量都给你们买刚合适的衣服 那样穿着好看合身 对了 你进高中成绩咋样 我 我成绩也不是很好 估计是考不上大学的 太难了 一切太难了 我语文作文不好 英语也不行 我就想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学英语 我读了也考不上大学 还不如让我回家里帮忙 读书不一定就是为了考大学 是为了让你多学点东西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能知道怎么应对 是为了让你有一天 能有选择人生的权利 赵国庆宽慰着弟弟 不要有心理负担 因为农村的孩子 有时候太过于懂事了 他们会有负罪感 哪怕穿了一件新衣服 哪怕少做了一点家务 都会觉得心怀愧疚 有时候因为觉得看不到希望 很迷茫 就要放弃读书 早早地出来做事 情能不缺 你基础差 咱们就想办法 大不了天天写日记 作文每星期都写 英语就苦练 这要是没有好老师 我来想办法 放假的时候 你来江城 给你找江大的老师补习 第二天一早 赵国庆把弟弟带到了书店里 给他多搞点学习资料 赵友庆一看那书后面的定价 手一缩 他觉得这些书太贵了 心底难受 买 都买了 只要你觉得有点用 都买了 你和东雪还有东梅 多看点书 我挣钱为了什么 其实也就是为了你们 让你们以后的日子 能过得舒服一点 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这要花很多钱的 你不要去考虑钱 挣钱是我的事情 你和东雪好好读书 读很多书 走过很多的地方 做一个幸福的人吧 嗯 哥 我会努力的 嗯 只要你努力了 没有遗憾就好了 英山没有好的老师 我住的地方 不是有省理最好的大学吗 我可以去找一些老师 看有没有愿意教一下弟弟妹妹的 可以让他们放假 或者星期六星期天都过去学习 或者直接喊暑假 就到江城去 专门突击学习英语学习 不能只是鼓励要求 也得帮一下基础太差的弟子 上次弄的腊肉和香肠 都带去给若兰了吗 若兰喜欢吃吗 那野山羊肉若兰喜不喜欢呀 我一直惦记着她 我这衣服肯定又是她给挑的吧 她可比你又眼光 今年暑假放假 一定要让若兰回来 好好在家住上一段时间 这边比大城市肯定凉快多了 妈 若兰得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因为实在是机会难得 所以她前阵子出国了 短时间是没法子回来 家里带去的那些腊肉 也羊肉啥的 她都没尝到 以后也不用再给她准备了 因为她太远了 根本就吃不到 啊 出国 这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咋就没听你说过 她就没和你商量吗 你怎么想的 过年的时候 人家来信了 提出分手 让我不要等她 说是出国很多年 怕耽误了我的青春 所以妈 你以后再别提下若兰了 你就当她死了吧 也别的人提了 哼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不过是分手 不过是出国 你怎么就说出 若兰死了的话语 你一个大男人 干嘛小肚鸡肠的 没一点男人的大肚 我平时咋交的你 若兰那么好 就算是出国 也只是读书 等一等 说不定还有机会 人家姑娘家 都没说啥 你一个男人 说这样的话 真是伤人 赵伯卿看着母亲 她头扭到一边去 她曾经一直都在想 自己为啥有时候那么善良 有时候吃了亏都不后悔 现在她才知道 这是因为母亲的缘故 刘真芳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这样教育她的 刘真芳骂着儿子 赵国庆也不吭声